考虑到这个瓜的知识点过于复杂了一些 涉及到鸭子彩灯 白马会所 龚俊汝事事件 网传的向往的生活后期工作人员 审片期间吐槽艺人等等 网上流出了一张疑似向往后期工作人员的吐槽截图 工作人员透露 某某艺人担心黑粉把自己和鸭子联系在一起 所以该艺人和向往中鸭子彩灯的同框和互动镜头全都要砍掉 而这个艺人被猜测是龚俊 也就是之前龚俊卷入白马会所A组风波 被扒出如是事件 疑似和海马西副总关系不一般等等各种爆料 这里有人疑问了 龚俊和鸭 科普时间道 首先有网友在论坛上扒出一个ID名为龚俊91的网友 在2011年曾回复过华东大学的帖子 并且附上了自己的QQ号 2012年还在百度问答里提出了一个关于唐氏筛查的问题 唐筛是什么呢 就是一项孕妇的产前检查 判断胎儿是否有唐氏综合症 根据龚俊91华东大学这些信息指向很明确 不难让人猜测到这就是龚俊 所以有人在猜龚俊是不是早就隐婚生娃了 为了例证这个人就是龚俊 网友顺着账号开启了各种巴皮 结果发现这个ID真的踏遍互联网春秋 在另外一个音乐发烧友论坛上 这个账号还出过二手音乐设备 开价2万家 他在面交的联系方式里留了自己的手机号 自称性工 有人通过二手平台 龚先生留下的手机号 找到了该号关联的公司 恰使龚俊文化传媒工作室 在网号网友拿着手机号以及当年留下的QQ号 验证了QQ INS 百度网盘 二手交易网站 微博 全民开歌等各大平台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 这个号还曾浏览过博军一销的超话 在二二七事件发生时 发布过有关肖战和肖战粉的嘲讽评论 于是这个号的持有者 在时隔四年的凌晨两点 再度上线相关平台 删了很多帖子 并锁掉了QQ空间 比如二手耳机 交易时程用的术语 田娇 龚俊曾在白马会所当陪客男模 有过被拍照的经历 工作室这边的反应也很快 出面承认账号确实是本人 一切都是为了赚钱 自然也会出现有争议的一面 比如拍马屁拍成了糊弄学 上节目说自己从小就经常看快本 但问到几个熟悉的游戏 记不起来了 比如他早年为了自己喜欢的音乐人 开卖骂人 没走红时 他出演某鸡蛋的剧 在花絮里直接称剧中的人物为小婊子 3月中旬 我要逆风去剧组在青岛拍戏 在此期间 因为特殊关系 青岛发布了禁止唐食的规定 但在这个时候 演员龚俊和钟楚希 被曝光在青岛某店唐食的视频 在视频中可以清晰的听到钟楚希说 现在青岛不让唐食 龚俊则说我们不会被拍吧 对此网友直言 剧组不尊重政策 行使明星特权 按照内娱的严格程度 这些话已经足够让一个明星崩盘糊掉了 但极其大礼包的龚俊 毫发无伤 30日一整天 鸭子彩灯被迫推上了热搜 张艺兴本人并没有排挤龚俊 反倒是因为龚俊避讳鸭子 导致张艺兴和彩灯的互动镜头也被剪掉了 好了 这期内容就先讲到这里了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哦